今天娛樂CSI的幾位主角就是今年的應屆港姐 由於今年應屆港姐是希望可以一人一票投選港姐 所以大家對三位港姐的名字都應該幾認識 包括冠軍的張明雅、亞軍的黃心穎和貴軍的朱仙雪 其實他們三個還未卸任 所以今年還有很多親事活動要做 明雅剛剛選完中華小姐 珍穎和千雪有另外的發展 當然大家都應該知道很多的綜藝節目都會見到千雪的出現 除了有得做主持之外還有得拍劇 所以令到其餘的兩位港姐都有點眼紅她 現在還在化妝間那裡說她未有資格上位 究竟港姐是否內訌呢? BETCHI娛樂CSI 上年的香港小姐想著可以全民投票一人一票 投選心目中的香港小姐 但到最後由於商訪DOWN了 所以到最後張明雅拿了冠軍 亞軍是黃心穎 貴軍是朱仙雪 原本頂頭大意的朱仙雪 每個人都覺得她非常之不划 即是因為這樣 所以全城的人都很替她可憐 很同情她的 那TVB方面也都立即給她很多工作 第一個工作就是主持這個勁歌金曲 大家雖然覺得朱仙雪 可能說話都未夠說很清楚 都有一些癡理根 但雖然這樣 但她的樣子很漂亮 有觀眾緣 大家都很喜歡她的 除此之後就有很多監製用她 就算是歡樂滿東環 就算星光陰陪耀寶娘 都找她做C2 接下來還會拍電視劇集 Encore 36小時2 做吳啟華的情人 很明顯全TVB上上下下 都很希望可以幫到朱仙雪 貴軍就有這麼多工作做了 冠軍和亞軍當然有點眼紅她 由於她們兩個都覺得朱仙雪 質素一般 而且也有傳她們參選的時候 黃森永和張明打已經不太喜歡朱仙雪 也搞這個小圈子 也有人說選完之後 朱仙雪也是被她們排斥的 但最近就說 為何這麼多人這麼喜歡幫朱仙雪 原來跟志偉和勒哥是有關係的 因為競選的時候 勒哥已經跟一班港姐去到倫敦拍外景 當時勒哥已經看中了Tracy 即是朱仙雪 就覺得她非常有潛質 整天就拉在她一邊跟她聊天 又教她對答 希望她可以入到三甲 一選完之後都未夠一個月 勒哥就要求帶朱仙雪去杜拜那裏 拍這個勒哥遊世界 個個就覺得這樣不行 因為他們還未卸任 就剛剛選好了 監製就說這樣會不會害怕呢 勒哥說無所謂 對啦 我要帶去的人永遠都要最漂亮和最厲害 我覺得Tracy好就帶她去拍 所以就算未卸任 勒哥已經好看朱仙雪 而志偉亦都非常認同勒哥的眼光 覺得Tracy是非常有潛質的 大家都知道現在TVB的老闆是學王 所以她的好朋友勒哥和志偉看中 又有哪個監製不用呢 所以現在有很多監製都經常用朱仙雪 就算一班記者去找駱小姐 駱小姐亦都承認 就說她覺得朱仙雪非常有觀眾緣 她亦都會在今年力捧她 除了做主持之外 亦都會嘗試拍劇 希望她在事業上有新的發展 至於亞軍和冠軍有怎樣呢 經常有個藉口說冠軍要選華者 沒有時間 而亞軍就在做這個極血戰一分鐘 曝光率怎麼都不會夠Tracy多 就著這件事 這班記者都有問過黃心穎 即是亞軍 她好像具具有骨 就說她跟朱仙雪不同 因為自己沒有那麼多機會 不過她不希望靠人 希望自己的機會會來 她相信終會有這一天 她說她不跟Tracy有人支持她 她會靠自己這樣說 聽到這幾句話 都很明顯她對她可能有點心病 不過那麼久 是時候白鑽公炭